叶副市长 我只是提醒你啊 不能跟上尾的政策作对 危险 我作为副市长 我有责任和义务 就我们失存在的问题 发表自己的意见吧 岛城叶游海 可这北方的海 怎么跟南方的海比啊 看着就心情舒畅 那 有人给你钱 这年头 还真有不要钱的人 先钱摇手啊 人家给你钱干什么呀 怎么说呢 说不清楚 你怎么那么多说不清楚的事啊 我说不清楚的事啊 你怎么这么说不清楚的事啊 我说不清楚的事啊 你怎么这么说不清楚的事啊 想法很多 我会继续向师常委建议 老月 你极力要求停止生产经营 那行不通 不是说能停止就可以停止它 你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 碰鼻子了吧 我是太低估了你的力量 在会上 你找出种种理由来反驳我 你这一票韩金量高啊 那是多少白花花的票子 自然有很多人赞同你的 我这是为了工作 不是跟你这个副师长较劲 我知道 你只是个副师长 没有排版权 也不可能一呼百应 反正啊 我的意见我保留 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引起了常委的关注和重视 我就是收获了 行 老月 你就继续等着收获吧 也继续等着撞南墙吧 老月在家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干活呀 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 你吃饭没有 吃了 吃了 在食堂吃 你拿那个铁锹干嘛去了 我开荒种地去了 种地 这倒新鲜 岳俊我跟你说啊 师部营区东南角那儿 不是有一块空地吗 常见闲着也是闲着 我呢就跟洪莹嫂子一商量 打算把它开挖出来 种点菜 算是打发时间 什么 眼睛灯那么大干嘛呀 怀疑我不会种菜啊 别小瞧我啊 我这正因为生产经营的事 跟杨兴荣斗嘴呢 你这可好 我们两个家属去搞生产经营去 这说出去都成笑话了 我们这哪叫生产经营啊 我们种菜除了自己吃 还打算送给那个左邻右舍去 又不是拿去卖 我现在没收入了 不能总靠你养活吧 我们自己种点菜呢 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又锻炼了身体 这一举多得的好事你也反对啊 行行行行 你愿意弄弄吧 我也不管了 只要不烦我我就省心了 我看种菜挺好 请进 袁亮 王总 你怎么来了 有时候打电话就行了 怎么还亲自来了 路过 顺道我来看看你 你一人吃外面面啊 一个人懒得下厨 凑合一下 别吃了 走 我借你吃饭先 不用了 吃碗面对付对付肚子就行了 对付 秀和 你现在是我公司的副总了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能只吃方便面呢 这让我的朋友知道会笑话我的 以为我公司要倒闭了 别客气了 走吧 车到底去拿 袁亮 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真的不去了 其实 我请你吃饭 只是想找个机会跟你聊聊 既然你不愿意动 行 那就跟这儿聊吧 你聊什么呀 工作上的事去办公室聊吧 修和 修和 其实你是个聪明人 你知道我喜欢你 可是我就不明白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 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呢 我真的是很喜欢你呢修和 修和 王原亮 你不要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刘姐是我的战友 也是我的好姐妹 你别乱来了 战友怎么了 就算她是你亲妹子 也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啊 修和 修和你听我说 王原亮 你走吧 走 走 走 修和 我知道你越人孤单 我知道你寂寞 让我陪陪你 让我陪陪你 你怕死我了 王原亮你太过分了 你混蛋 修和你听我说 修和 真的喜欢你 修和你不为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修和 走 王原亮 你以为我欺负你的炮副总啊 我不干了 你 王悠 裕副市长 有什么指示 我问你啊 春月和红莹嫂子 在围墙外 开辟了块地种菜 这事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 坐 这是四千块钱 算是那块地一年的租金 我把这钱 上交给你这个后勤部长 由你来上账 以后我逐年上交 直到他们俩不想中一支 岳飞市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本来我是不同意他们俩这么干的 后来看着实在是闲得难受 有事干 利于后院的稳定 所以我就同意了 但是这钱咱们必须得交 就算是花钱给他们俩找来一个娱乐项目 岳飞市长 那块地啊 荒了很多年了 没有人管 也没有人问 他们俩利用起来不是件好事吗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 地势慌着呢 可是你副市长的老婆 和后勤部长的老婆就可以用啊 那人部队其他家属呢 大家都种地 那操场也都挖出来种地得了 岳飞市长 你管别人说那么多干什么呢 那还有人说 你肩上的星比我多一颗 爬的比我快呢 怎么着 我给你拔下来呀 星是组织上给的 你想忙还不行呢 但是这个钱咱得交 咱交了 咱心里就安心了 对不对 岳飞市长 你这么做了 那我怎么办呢 你根本就不用交 这四千块钱 足够那块地一年的租金了 嗯 对了 这事啊 不能让春月和红莹嫂子知道 我走了啊 一块破地 四千块 来 姚副总 王总来了吗 啊 他今天没过来 这是我办公室的钥匙 还有他给我配的胡基 你转靠他 我会捣成了 哎 姚副总您这是 您这什么意思呀 我辞职 我辞职 不干了 哎 杨副总 杨副总 喂 王总啊 杨副总刚刚过来了 他要辞职 把药绳估计放在办公室就走了 什么 那个女人还真走了 老月 老月 来 老月 为了春月和红莹 他们俩种的那块破地 给交了四千块钱 害得我也出钱 我不是说了吗 我交的那些钱够了 你就不用再交了 老月 我想了想 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这是两千块钱 就当我 替我老婆交的 咱花了钱了 以后咱说话底气就硬 表面上硬气 这心里憋气 就那块破地 种金子啊 值那么多钱 就种几个大白菜 大萝卜 能值四千块啊 我是后勤部长 我了解情况 我是农民的儿子 了解那块地的菜价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我知道交多了 可是你想想 咱花了钱了 以后就没有人拿这事 跟咱攀比 虧是虧了点 可咱老婆有事干嘛 咱们花钱啊 讨老婆一欢心 我到岳大师长啊 我同意 花钱买老婆一乐 五千块儿 她就给你考虑了 一部分 我都给你画了 我给你画了 让你画了 我还被你画的 送你这个 我几个房间 他只能捡你 我给你 你再给他的母币 我自己打算 烫伤了 烫伤 严重吗 烫到了眼睛非常严重 那他在哪个医院啊 他现在医院刚上完药 现在应该在回家的路上 谢谢你啊 进来 秀和 坐 眼睛没事了吧 还是有点疼 医生说应该静养 不能感染 如果感染了 很容易失明 那 怎么不在医院治好了再回来呀 你也知道 公司的事太多了 工地上的事也不能不管 再加上你要辞职 我在医院怎么待得住呢 我当时 气一上来 什么也没想 就把方便面破到你脸上了 害得你别烫伤 实在对不起啊 秀和 你别说了 其实都怪我 我那天做的 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算我以后瞎了一只眼睛 那也是我自找的 其实 其实我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秀和 我能跟你商量一下吗 在我受伤期间 你能不能先不走 你也知道 工地上太脏了 灰尘太大 万一我要感染 有点什么事 这刘雪和孩子怎么办呢 你辞职的事 能不能等我眼睛好了以后再说呢 就算是看在刘雪和孩子的面子上 行吗 那好吧 那我就再帮你盯一段 等你眼睛好了 我再回去 太好了 公司有你盯着 我就放心了 我也能回岛城 安心的养养商了 公司有什么事 我会随时打电话 向你汇报的 记得啊 打我大哥大 别打家里电话 行 那我先去工地了 好 拜托了啊 慢走 傻瓜 起来 好 好 快 啊 原谅 时间也不早了 嗯 刘雪 这都老夫老妻的了 这是干嘛呀 occult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你怎么又来了呢 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你如果外面没人的话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你怎么可能对我那么冷淡 我还怎么对你 我对你不好吗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挣钱为这个家 我怎么了我 老一身一鬼 老一身一鬼 日子能不能过了 行 跟你平说了 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明白跟你说吧 咱们离婚吧 你终于说出来了 原来你这次回来是和我离婚的 对 这件事情我想了好久 我觉得我们婚姻已经走到近了 好说好散 你当初死财烂打的追望 现在你又无缘无故地不要我 你太狠心了 你说那些干吗 那 那能代表什么呀 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合适 你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你就把我 把女儿抛弃了 你还算是个人吗 刘雪 就你这疑神疑鬼 这又就这一点 我就得跟你离婚 要不然我能有安生日子吗 我 你别哭啊 你别跟我吵 别把孩子吵醒我 这是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好字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签了呢 离婚之后 家里一切都归你 女儿也归你 我精神出国 黄元亮 我真没想到 你连离婚协议书都写好了 我告诉你 我不离我不离 这回你离也好不离也好 反正我是离定了 好 四个老K 十个老K 黎队长 过来 姚副总 姚副总 你来了 王总呢 王总 为什么不开工啊 还带头打牌 这活想不想干了 想干 可是没法干了 为什么没法干啊 王总拖欠我的工程款 我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 他说昨天给我打钱 到现在也没兑现 我见不到钱 没法给工人发工资 工人拿不到钱 不肯干活 我有什么办法呀 会有这种事 怎么 你不知道 那我们还是继续打牌吧 等着王总来解决 反正啊 我们见不到钱 大家都闲着 我是一点招都没有 王总他有事回岛城了 什么 他想耍赖 不行 我们得去公司要钱去 不是 不是 李队长 你千万别激动 他确实有事回岛城了 但很快就回来了 你说这房子盖不起来 谁更着急 是不是 李队长 你看看 能不能让工人先开工 我去问问王总 如果他真的是拖欠你们工程款 我一定保证 让他尽快把钱打给你们 你看好不好 我们见不到钱 这工没法开 工人们的血汗钱拿不到 谁的话都白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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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时 看了 再叫紧 喂 喂 王总 你在哪儿啊 秀和 我在医院看眼睛呢 你的眼睛好点儿了吧 放心吧 没事儿了 刘雪 他还好吧 他还好 对了 公司怎么样啊 对了 对了 我正要跟你说呢 你是不是欠李队长的工程款啊 现在工地又停工了 什么 停工了 我失签了一笔钱 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不付啊 我哪有钱付啊 对了 公司不是还有卖一期房和二期房的房款吗 你不知道 原来我盖房子的两千万 是从先前那个工厂里 私底下借出来的 前一段时间 上级来厂里 搞什么财务大检查 那边逼着我还钱 我没办法 只能先把卖七房的钱还给他们了 现在我也是资金吃紧的 那 那怎么办啊 这房子不能盖一半就停下来了呀 这李队长 追我追的太紧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才堵到这个岛城来 秀和 先帮我应付一下 让他们赶紧复工 就收我的资金运作 很快会给他们付款 你也知道 如果一旦停了工 那些已经买了房子的准业主 准会来闹事 太麻烦了 我已经跟李队长说了 可是他不见钱他不开工啊 秀和啊 再想想办法 一定再想想办法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 你得给我按下去 你是女人 好说话 拜托了 我 我可以去做 问题是这工程款 你拖得过今天 你拖不过明天啊 这个事我知道 我也在想办法弄钱呢 原先那个厂 应付上级的检查 应该快过去了 我争取把这笔钱再借住来 好不好 那 那你抓紧办吧 这边 我再跟李队长好好说说 好 拜托了 你把我拖的 你拖得过去 给你拖子 我再帮你 我再帮你 你拖子 也是 那你拖子 那边三缺一呢 李 喂 袁亮 我是秀和 我跟你说呀 我好话都说尽了 那李队长他就是不开工 你那边钱弄得怎么样了 工厂馆财务的韩副厂长 是我过去一手提拔起来的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他现在在北京出差呀 我得等他回来 秀和 想想办法 再跟他们说说 哪怕是磕头 也得让他们先复工 我跟你说 我可只是实在应付不了了 你 你眼睛要好了的话 就快回来吧 我回不去呀 我要在这儿等韩副厂长回来 你说 我空着两个手 回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秀和 再跟他们说说 好好说说 多想想办法 我相信你 你一定有这个能力 我 喂 喂 这人怎么这样啊 小梅 你说我该怎么办 刘雪 你别太难过了 过些日子 兴许原谅能回心转意呢 以前有人告诉我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我当时还不知道 可我现在真的体会到了 原谅 原谅她现在不一样了 她有钱了 她是大老板了 她嫌弃我了 可是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让我再去找谁啊 想到我这下半辈子 要孤孤单单一个人度过 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难受 我 刘雪 你找个时间 再和原谅好好谈一谈 都 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怎么能说离就离了呢 我也想找她聊 可是我到哪儿去找她 我给她往办公室打电话 办公室的人说她在岛城 我给她打大哥大 她又不亲 我看她这次是铁了心的 你想开点 这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么多离过婚的女人 不照样婚好好的吗 小梅 你没探上这事 也不知道其中的痛处 你命好 探上一个像银虎 这么忠厚老实的男人 怪只能怪我命苦了 行了 你也别想了 走 咱们溜溜去 咱们大师长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啊 当兵的看完还不有所形象啊 连我都没想到 你会亲自来干农活啊 怎么了 副师长就不能干农活啊 我是农民的后代 干农活啊 比你们在行 也比你们有力气 我跟春月啊 来种种菜 也找个乐子 你要把活都给干了 我们还乐个啥呀 以后啊 你们俩别干重活了 重活我包了 你们俩干点儿清晟的 红衣嫂子 你就让她干吧 多干点农活 对身体好 好 一起干吧 小崔 王总 你可回来了 嗯 来 给我 好 怎么样 眼睛好些了吧 好了 全好了 就好了 真厉害 既然能让李队长复工 什么意思啊 要不复工 你还躲着不回来呀 不是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用什么办法 说服李队长的 我还能用什么办法呀 我把当初 卖饭馆 和开饭馆赚的三十万块钱 都拿出来先电给李队长了 不然啊 他们还在工地上打牌呢 修和 你是说 你把自己的钱先垫进去了 那还怎么办啊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烂摊子 跟着摆着吧 王总 这些钱 可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可都拿出来了 我明白了 修和 你放心 这个钱我一定还给你 而且我给你算利子 利不利息就无所谓了 能还我本就好了 对了 钱借到了吗 别提 一提这事我就头疼 我原来工作那个厂 前一段时间不是财务大检查吗 查出他们在资金管理上 非常大的漏洞 管理非常松散 全都爱批了 厂长 领导 所有的领导 现在那个姓韩的扑张长 不肯把钱借给我 想当初我跟他借两千万的时候 没少给他回扣 真是 翻脸不认人 那怎么办啊 修和 你别着急啊 你放心 只要房子一卖 我就把钱第一时间还给你 别忘了 咱不是有房子吗 有房子 还怕变不成钱吗 红姨嫂子 你看这么多菜咱也吃不了 不如这样吧 咱给施机关施餐也送点去 省得这菜都烂地了 好主意啊 让他们也尝尝我们俩家属种的菜 对对对 最重要的是 让他们看看咱们俩家属 也不是白吃饭的 谁也没说你白吃饭 好主意啊 你别催我了 你把我闭死有什么用啊 春花 王老板 你怎么没回老家呀 我连路费都没有 怎么回去 那我给你的一万块 你为什么不要啊 你的钱再多也是你 我不会要你的施舍 我宁可到马路上去要饭 也不会要你的钱 没看出来 你还挺倔 那你现在就干这个吗 那你现在就干这个吗 你的工地不让我干了 我又没点去 之后紧一些废品 攒路费 那你自己保重 我走了 两位嫂子 这菜我们不能要 张司务长 为什么不能要啊 你们辛辛苦苦 种的菜我们怎么能要呢 哎呀 这么多菜 我们两家人怎么也吃不了啊 在地里烂着也浪费了 对呀 既然这样 过过乘吧 按市场价付给你们钱 张司务长啊 这您就见外了不是 您看啊 我们呢 种的是部队的地 给部队送点菜 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是啊 两位嫂子 那块地是承包给你们的 业副市长和杨部长 已经付了承包款 我们要你们的菜 当然要给钱了 你说什么 我回来了 三月儿 我回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弄了这么多胡萝卜 我以后让你 一天三顿 炖炖吃胡萝卜 那能吃得了吗 剩下不都烂了吗 都烂得让人让你吃了呀 你吃强药了 是你吃错药了 是你吃错药了 你交那么多的钱 我不让你吃了 还不得亏死了 道理跟你说了一大堆 好话说了一箩筐 你好歹也该理解理解我吧 我理解 我理解的心里在发痛 我理解 淳月儿 交这么多钱我也心疼啊 可是咱交了这钱 咱就硬气 对 宁岳副市长的形象 那永远高于家庭利益 永远高于老婆的自尊 它不是我一个人形象问题 它是所有领导干部形象的问题 你打住啊 就你那点工资养活全家 这日子过得够紧巴的了 我本来想呢 自己种点菜 能节省点开销 您倒好 现在这豆腐弄成了肉价钱了 咱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花这点钱 就当是给你找一个娱乐活动 这不挺不错的嘛 这娱乐活动太贵 咱消费不起 我跟红衣嫂子说了 这菜地啊 我们不中了 我们干嘛赔钱赚要喝呢 喂 刘雪 是我 你还知道王家打电话呀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 就是想问问你 离婚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原来你真想和我离婚啊 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我劝你还是赶紧签字吧 离了我们都自由 捆绑成不了夫妻 王月亮 我告诉你 我绝不会跟你离婚的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会签这个字 刘雪 那我也告诉你 除非我死了 要不这婚 我离定了 我不会成全你的 我不会成全你的花心 更不会成全别的女人 你死了这条心吧 好 不离世吧 既然你不愿意协议离婚 我也有办法 只要我们分居两年以上 我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 我就不相信你 你还能赖我一辈子 你都听到了 我生气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可以逛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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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可别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这报纸啊 这报纸啊 看过了就没用了 老贝儿 来 帮我把这报纸扔到下面的垃圾桶 啊 干嘛弄那儿啊 弄坐不得了 你没看见吗 下面有一个湿垃圾的女人 把报纸给她 安分卖点钱 我也穷过 知道穷的滋味 去吧 我们王总对别人欣赏就是好啊 我们王总对别人欣赏就是好啊 我对谁不好啊 对我就不好 到现在也不容易名分 说话不算数 我知道 你再给我点时间 你放心 我老婆那边 我会再给她施加点压力 好 我知道 你是最乖的 来 那我就再谢你一次 真乖 扶 小姐 你不小心把这钱加在报纸里了 这报纸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就留着了 这钱还你 老总 这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不小心掉在里面的 那 那我就不打搅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捡到钱竟然不要 吃饭了 吃饭了 这怎么又是胡萝卜块 胡萝卜丝 胡萝卜汤啊 我不吃 坐下吧 我这胡萝卜来得容易吗 我菜地里辛辛苦苦种的 您呢 再花大价钱给买回来的 我要不吃还得把它帮宝贝欣赏啊 我告诉你啊 这顿吃完了 下顿咱接着再吃 你 我知道 春月 你是为了惩罚我 顿顿给我做胡萝卜 咱家还没到顿顿吃胡萝卜的地步吗 月娟 你好歹中午还能在食堂换换口味 我呢 我是顿顿都得吃这胡萝卜 我都快吃成兔子了 去 吃 我都快吃了 月军坚守军人职责 在副师位置上一干八年 体现了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他被任命为师长 老月 好 月师长 好好好 好 再见 老吕 月师长 好啊 来 坐 这回啊 听说你来当政委 咱们俩搭班子了 我这心里真高兴 是啊 过去咱们配合默契 相信今后咱们依然会是最佳搭档 咱们俩在一起配合 说一句不谦虚的话 那是强强联手 你是市里的老人 这情况时候人缘好 今后还得多多指教啊 你是党委书记 你把方向 你指哪儿 我们就打哪儿 咱们一家人 就不说两家话了 我呢 想和常委们见个面 尽快进入情况 开展工作 你看 早就安排好了 上午十点 常委会 欢迎你的到来 老吕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咱们俩好好聊聊 来来来 用这些水果 为了为了我们家的大师长 就用水果来为了本师长啊 怎么样 这一会儿再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老公还行吗 行